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吴孟超院士 自从毕业就开始从事肝病研究 至今已经60余载 其发表过多篇文章对于肝病的形成、发展 做出了详细的讲解 在五院士退休之前 主要研究的课题就是转氨酶 这种物质是肝细胞中的一种物质 通常情况转氨酶升高就意味着肝脏组织受损 肝脏本身是功能强大 完成日常工作仅需30%的健康组织即可 因此若发现转氨酶升高 或是肝脏已经病变 转氨酶升高代表什么 不要忽略身体的五个现象 或是肝脏再求救 第一个就是失眠多梦 晚上睡不好 第二就是脸部发黑 没有光折 第三拱膜发黄 第四脸上长痘痘 第五口干口苦口臭 如果出现这几种情况 那么一定要及时给肝脏做出排毒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茶饮 对于肝脏有养护的作用 还能够促进肝脏排出毒素垃圾 我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五克的金银花 中医经常把金银花用于改善 红肿、热痛、外感、风寒等相关疾病 对于肝火万圣而言 适当地去饮用金银花泡水 能够有效地缓解 以上几种不适感 现代人的生活中 肝脏受到各种有害因素的挑战 而金银花被证明具有非常好的保护肝脏作用 研究也发现其中的环同类物质 具有抗氧化、抗炎的特性 能够减轻肝脏、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从而保护肝细胞免受损害 金银花进入人体后 能够有效地促进肾脏腺皮脂激素示范 这种激素对于各种炎症以及肿痛 都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了炎症症状 或者需要做好预防和发炎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去喝一些金银花水 另外金银花还能够与体内胆固存相结合 能够达到降低血脂浓度 以及预防动脉周样硬化的作用 对于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人 也有一定的稳定效果 接着再准备两片的干草 干草不仅含有天然的甜味剂 会增加整道茶的口感 而且它的药用价值也很高 干草它是一种常见的中药 胃肝、性贫、归心、肺皮、胃精 具有补皮、益气、清热解毒的作用 干草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作用 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热毒 对感冒、咳嗽、喉咙肿痛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特别是在夏天天气炎热 容易上火 用干草泡水有效地降新火 还能够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与垃圾 去除肝脏和肾脏的毒素垃圾 干草中的干草酸和干草灶肝 能够减轻肝脏的负担 缓解因为肝火万胜 引起的头痛、口干、口苦、口臭等不适的症状 另外干草还有缓急止痛的作用 干草对于胃痛、腹痛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能够增强身体免疫能力 对于身体虚弱、抵抗力差的人 可以每天杯子里都泡上一到两片的干草 不仅味道好 而且对身体也能起到养护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五克的这种分心木 分心木也就是核桃 核桃人中间的一层隔膜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这根隔膜它有很强的药用价值 用分心木泡水具有诸多作用 能够治疗失眠 如果经常有失眠的毛病 我们用分心木泡一杯水早晚喝 尤其是晚上睡前喝一点 失眠的症状就可以慢慢的缓解 对于肾气不好 还能够起到不肾和顾肾的作用 男性朋友经常都会有肾虚的表现 适量的喝一些分心木水 就能够将置身羊尾的毛病治好 因为分心木中含有的物质 具有固不肾气的作用 常喝对于治疗移经 羊尾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女性朋友 还能够治疗月经不正常 经常会痛经 或者是经期不准时 也可以适量的去喝一些分心木水 还能够治疗尿瓶和尿疾的作用 对于经常腰西酸软 耳聋尿瓶的现象 喝一些分心木水 也可以起到不肾 顾肾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 8克左右的环旗 把环旗和其他食材 一起放入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它们淘气淘气 因为这些中药材 在晾赛过程中 都有可能会沾上灰尘 清洗干净 这样煮出来的茶 喝起来也放心 环旗是一种养生之丸的中草药 它能够补气 氧气 对于气血不足 增强免疫力 有一定的补医效果 还能够调节血糖 改善心脑血管健康 提高记忆力 抗疲劳等等的作用 环旗水还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经常喝能够改善心脑血管功能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年纪大了很容易记忆力减退 经常喝一些环旗水 能够促进脑细胞的新陈代谢 和神经地质的合成 提高记忆力 对于经常用脑的人 非常的有益 还能够起到抗疲劳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 环旗的用量每次在5到10克之间 千万不要大量去饮用 还其水 否则容易导致上火 起到反作用 把食材淘洗干净后 直接倒入养生壶中 加入大约800毫升的清水 煮20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关掉电源 蒙20分钟 这样里面的营养物质 才能够完全释放出来 20分钟后 倒入杯子里 晾着温热 就可以喝啦 这杯茶建议 如果经常熬夜 加班 喝酒 抽烟的人 一定要隔三差五的煮来喝 能够促进肝脏排毒 肾脏排毒 还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喜欢的朋友就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